位于水里乡太平街是市中心最重要的道路之一 因为很久没有修复 以至多处像这样坑坑洞洞的状况 不管是车辆行驶或是行人路过 都会觉得很不安全 其中像老人在夜间行走时 一不小心很容易就遭到半岛 太平街很久很久都没来做电控 所以坑坑洞洞很多 所以行驶的时候安全的更不够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老回的人 这真的很不方便 常常都没这种就遭到半岛 这条太平街在我们市区 八成民众出租 这个人数每一天都非常多 有需要来改善到这个路面 同太平街管辖的农富村 以及中央村两位村长也陪同会刊 对成熟会议员请跑基层 协助解决民众在道路安全上的问题 表示感谢 这次提炮修复道路总长约120米 现场成熟会议员也建议相关人员 希望能够在过年前完成施工作业 除可以让民众有个平坦安全的道路外 也可以让四龙泛染一新 在四区进行道路修护是非常老民的工作 所以议员成熟会在会刊中非常关心未来施工作业 也要求这条路一定要做到最好品质 不然没有做好时间久了又要东补一块西补一块 这样反而让民众是无法感受政府的用心 民众希望黄一怀水里采访报道